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凭着信心 摩西出生时 你看到摩西是因心而生的吗 我们是因心的救的 上帝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 是凭信心 凭着信心 当他出生时 他们把他唱了三个月 因为他们看到他是一个和歌的孩子 这个词的意思是他是完美的 他是完美的 当他们看着他是凭着信仰的眼睛 他们不知何谷之道 这位摩西将成为他们的拯救者 当他的母亲把他放在篮子里时 请记住这一点 并打法他顺流而下 当他这样做时 他知道这诗者的救恩 他心里知道他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不认为他一点也不担心 当他送那个篮子试 他内心知道就像亚伯拉罕先上以撒一样 他并不难过 他心里想着上帝会把他聪慧尽中复活 外含有这个女人和他的丈夫 他们一定是如此敬谦的人 他们正在知道他们三个人显然是在信仰上 所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孩子 他们不惧怕汪的解明 谁是国王 埃及法劳 法劳只是一个偷衔 法劳不是他的名字 法劳是一个偷衔 就像说埃及王一样 他们不惧怕国王的解明 国王的解明是杀死所有的男孩 我们记得这有点像耶稣诞生的重复模式 摩西再念又是逃脱了迫害和死亡 在法劳时代 关于耶稣的诞生 西路王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第二四节看到 凭着信心 摩西 当他念过世 拒绝被成为法劳女儿的儿子 让我们回到这个 在我们经历了仕途行传中的故事之后 在第七章中 第十八节 出埃及及是关于摩西的 出埃及及是摩西出生的地方 你知道这是他成为拯救者的故事 所以在第十八节 他说知道另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国王兴奇 这可能是新法老张权的参考 一位新国王 他不尊重千人法劳与约瑟所立的约 约瑟显然有一个收养孟约 约瑟夫就向法劳手下的第二人宗度 约瑟夫在第二梁战车上绕着路走 这个摩西现在正被培养成法劳来统治 他是法劳女儿的儿子 但我们在第十九节看到这一点 同样新法劳处理了魏妙指出 当他对待我们圣经中的交付师 有一种明显的邪恶 他们赶走了年幼的孩子 到最后他们可能活不下去 对出生者的屠杀 他们出生了 然后立即被杀 在摩西的这些日子里 这是用于人和出生 在他们中间的人 任何出生与异色列的男孩 现在在耶稣的故事中 这是任何两岁纪以下的男孩 但在摩西的日子 主产是被命令带走孩子 如果他是男性就杀死他 次行他们显然没事 圣经确实表明 法劳已经开始听从他的一些 知者或谋事的话 他们说这些以色列人只是增长到荒谬的认数 如果我们不做谋事 将来会有战争或起义 他们最终会战胜我们 我相信上帝把你落河水变成蝎的原因 因为那是他们杀死婴儿的地方 这是摩西在法老之前做的第一件事 这很可能是为了提醒 就好像他在对法老说 你还记得衰利的鞋吗 我要把鞋撕给你们 穿边整个埃及 你又没有注意到 出埃及集中的许多文艺 与其是路中的文艺非常相似 无论如何 在出埃及集第一章中 第十九节 统一为法劳 被星期一的对待我们的父亲 使他们抛弃了年幼的孩子 到最后他们可能不会像第二十二节 所说的那样生活 法老就吩咐他所有的子民 言语 翻生的儿子 你们都要扔尽河里 你们要拯救每一个女儿 正如出埃及集第二章第二节所写的 摩西出生在埃及各地 他们在埃及全地杀害难营 摩西出生了 他太公平了 在他父亲的家里 养育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他的母亲能够将孩子隐藏起来 失欺免受身体伤害 因为他的母亲把他留在身边三个月 即使他应该在出生时被杀 所以他已经抗拒了法老的解命 他把婴儿藏起来 但他不认为他能够再隐藏他了 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他 但他可能是被圣灵所感动 去做他所做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只是想出了这个主意 把他藏在合理的篮子里 也许上帝在梦中解释了这个计划 可以说上帝显然正在向他移动 把那个婴儿放在篮子里 在那个时间摩西出生了 在他父亲的房子里生活了三个月 营养丰富当他被扔到合理师 法老的女儿手留了他 并为自己的儿子养育了他 现在就这样离开这个故事有点舞蹈 这听起来几乎像是唤醒 他把他从篮子里拿出来 现在他把他当做儿子 抚养长大 但是是并非如此 这个故事还有更多 因为这个孩子摩西实际上 回到了他生他的亲生母亲身边 他把他养大 可能他甚至没有意识到 他是他的母亲 姨摩西的妹妹 说我会给你找个希伯来女人 所以在第二章第七节 所以摩西在自己的房子里长大 在他母亲和父亲的家里 直到大约四岁在他端奶之前 然后他会被钻移到法老的女儿身上 经当你有孩子时 你每天都和那些孩子一起学习圣经 四年后 你可能已经在他们里面 冲下了一些好的树林种子 树面几路表明摩西知道他是谁 现在你不认为他的母亲告诉他 你是拯救者 你可以看出摩西内心有他的感觉 他内心似乎在说些什么 我必须拯救这些人 现在他不知道上帝将如何去做 但他现在住在皇宫里 所以当他悲感出家门市 法老的女儿把他带走了 并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养育他 和摩西被交到了埃及人的所有智慧 埃及人在言语和行动上都很强大 根据仕途星传第七章第二十个二节 现在这听起来几乎是矛盾的 因为我们可以记住摩西说我不想去 因为我扣持 还记得吗 担心月中的这段记载说 他的言行是大能的 他正在学习埃及的一切智慧 现在想想看 埃及是一个世界亡国 有许多国家 有许多语言 我们知道这一点 因为这发生在巴别 他时间发生很久之后 所以有很多语言 摩西被培养成法老的女儿 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法老 有时教会里的人得到这样的想法 基武只有某种一家 不需要上学 因为上帝使用了炉子 等 那我经常听到这句话 不行的是 许多人误解了教育的好处 无论如何 摩西收过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很有可能 摩西自己可能说多种语言 对整个王国及其他地区的所有地区和人民 都非常熟悉 摩西必须知道 所有关于其他埃及乳坐 他会接受关于所有埃及生的教育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摩西正在学习埃及人的一切智慧 在他四十岁的时候 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很强大 发生了一些事情 总结一下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的内容 摩西和父母一起回去 他长大后大约四岁 然后他去和法老的女儿住在一起 当他作为法老的儿子在宫殿里生活了 四十年发老的女儿 他是皇室成员 事实上他是明确的发老女儿的儿子 这将是他成为埃及的王子 现在当他整整四十岁时 他进入了他的心 贪望他的弟兄们 意思是以色列的儿女 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之间 他可能从未白方过他们 从四岁到四十岁 但突然间他的精神在他里面生气 来吧 神的灵在他身上动 里面有什么东西 再对他说 男人我想我得了 去谈亡我的弟兄们 以色列的子民在《仕途新传》第七章第24节 看到其中以人受委屈 换句话说 其中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中受了委屈 他为他辩护 为受压迫的人报仇 并殴打埃及人 换句话说 他杀了他 他杀死了一名埃及人 现在他说话像埃及人 就像那时候首席的歌说的那样 他走路像埃及人 他应该是埃及人 答案是肯定的 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他住在宫殿里 作为法老的儿子 意思是他的女儿 威王维尔修士 当以色列人和埃及人 发生冲突时 莫西杀死了埃及人 答案是肯定的 莫西人为这个场景 可能会是这样的叙叙 类似于电视上的那些 神秘谋杀电影之一 他要去摒弃身体 不过现在我们都对电视电影太熟悉了 事实上 摩西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隐藏尸体的行为 找出如何拜托身体 所以正如我们所说 他心里像探望以色列的儿女 然后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受委屈 他为他辩护 并为他报仇 然后正如我所说 他殴打了埃及人 经文说 他以为他的弟兄们会明白 上帝现在如何通过他的收开始拯救他们 但他们不明白 他是谁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因为摩西知道他应该是拯救者 他只是在等待实际承收 住在皇宫里 摩西不知河谷之道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内容 对吧 那个拯救者 意思是拯救者 亚伯拉罕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答应考上帝 上帝会亲自拆迁 拯救者 上帝会亲自采取信动 把许多家庭从埃及带回来 积德他们会回来 因为这是上帝所其实的 圣约应许的一部分 神已经向亚伯拉罕立起了约 所以如前所属 摩西在唯一色列厅 身而出世 曾乡国 当他杀死埃及认世 他们可以看出 他是唯一色列人服务的 摩西以为他们会认出他 这一定是伟大的拯救者 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在仕途新传第七章和第26节 第二天摩西向他们献贤 当他们一起奋斗 是言语 先生 你们是弟兄们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互相冤枉呢 但那冤枉灵舍的 把他推开 言于他是你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和审判者 这只是预期的正常人类行为 如果你在教会里与谋人发生冲突或争吵 他也是你在助力的兄弟 别人向你走来 并说 经 你们为什么要互相争吵 你很自然会如此沮丧 你把对方推开 并说你自己 谁让你当老板 远离我的工作或者我的事 谁让你成为通知者 还有我们的法官 你可以看到 他们正在拒绝 他的领导 以色列人仍然把他看作埃及人 那人说 你愿意像昨天埃及人那样对待我吗 所以很明显 以色列人知道并记住 我们怎么说 他去看望他在以色列的弟兄们 以色列人可能真的知道 通过谣言攻场 这是摩西的性格 是法老的儿子 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 现在摩西最终去了他的妻子 谢特罗的一个女儿 他有两个儿子 我们在仕途新传第七章 和第三十节看到 现在每当我想起谢特罗时 我想到了 贝弗利香巴劳中的 同一个角色 Jethro 每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是 解罗 我想起了那个傻瓜 那个傻瓜来自贝弗利香巴劳 这部电视 Jethro让他变得困难 当我读到的时候 摩西因为谢特罗是个为人 但Jethro这个名字 只是让我想起了电视角色 现在这个历史上的Jethro 摩西的岳父 西伯拉的父亲 在外面被认为是上帝的祭司 而实际上却在于以色列的梦月之外 我觉得这很有趣 上帝如何认出 他并认为他是一个圣人 并作为牧师 他显然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 但这个Jethro不是那个愚蠢的Jethro 来自贝弗利香巴劳 所以在仕途新川第七章第三十节 当四十年起慢史 其中三十六个摩西显然住在宫殿里 被培养成国王 这七时间发生了 马上当这显然出来是 他杀了埃及人 他们开始说 我们从来不认为摩西是我们中的一员 然后他们可能开始从人们那里 获取咨询 言语 诗的 他是以色列人 从历史上看 法劳的女儿实际上已经结婚了 但他的丈夫被杀了 他没有孩子 等等 这是一个原因 或者要原因 为什么他有这种感觉 他可以带走那个孩子 并收养他 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 我不相信他真的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实际上是希伯来人 这就是为什么 他没有与他的以色列同胞或家人有任何互动 在三十六年中 当他住在宫里市 至少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摩西掏出埃及 来到迷殿市 他结婚了 并有两个儿子 当四十年期慢事 或四十年后 摩西将八十岁 你能想象吗 八十岁 上帝说 好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时工 这将花费你大约四十年的时间 这将时间难的 因为你要去沙漠 就在矿业中 你将领导两百多万人 总是抱怨和哭泣 摩西一开始就已经八十岁了 无论如何 当四十年期慢事 在他看来 在西奈山的矿业中 猪的天使向他献献 在火焰中 在棺木丛中 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燃烧的不息 从字面上看 在获得火焰中 有一位猪的天使 在棺木丛中 技术有一个声音出来了 上帝在说话 就通过那个天使给摩西 他站在那里 就在前面燃烧的棺木丛 在第三十一节中 当摩西看到这是一个升级时 他对现场感到疑惑 当他走进去看 他是猪的声音临到他 火他身上 他如此深刻的是 棺木丛正在燃烧 但他没有被消耗掉 我的意思是 有着汹汹烈火 但你知道你听不到任何棍棒的琵琶声 或者你知道书职对书没有伤害 这是超自然的 那是超自然的火 所以当摩西看到他所目睹的这个大气急时 他对现场感到疑惑 当他走进去看他时 也和花的声音临到他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和伊撒的神 和雅各的神 然后的摩西战斗 而不太害怕留下来看景象 因为你可能也会留下来观察他 我的意思是 让我们考虑一下 于是他进去了 上帝必须介绍他自己 因为摩西从未见过上帝 他从父母那里 听说他大约四年了 从他进迁的父母那里 但他知道自己在战斗 然后你得到了 解落在这四十年里 他对摩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拥有摩西在埃及四十年来所学到的东西 但后来谢特罗交给他一些关于真身的新东西 所以摩西从他的亲戚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或关于上帝 甚至在他被介绍给他之前 在他燃烧的经济中 耶和华在第三十三节 对他说脱雕胶上的蝎子 为你所站立的地方 这是圣地 我看见了我在埃及的自民所受的苦难 我听见他们的身影 我下来拯救他们 换句话说 上帝说他现在已经准备好拯救以色列人 就像他所承诺的那样 但当然他需要一个男人 上帝本来可以一肉身鲜鲜 有些有肉的身体 我想是亲自交付的 我猜他本可以这样做的 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 我敢肯定上帝本来可以用天使的 但他想要事实上需要一个人 这在整本经文中都有解释 但上帝的要求是基于我们后来查考经文 是出现的许多事情 目前我们只会留下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个拯救者必须是人类的心事 那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摩西战战兢兢 因为他知道 你看80年或至少40年 他像我是拯救者 可能第二个40年当他在密电室 他可能像你知道的 也许我不会拯救以色列 当然事情似乎并没有自行解决 但现在当上帝与他对之时 说我事业和花生亚伯拉罕伊撒和雅各 他站住在圣地上 你知道你站在圣地上的那个位置 脱掉鞋子 当这一切发生事 摩西也意识到了自己 我认为 这并不是关于我的全部作为拯救者 他知道他现在不想去做拯救者 40年前他曾经想过 但现在他已经80岁了 他说我不能我扣持 但似乎只是一个借口 所以他不想 他在战斗就在这时 然后主说现在推迟 在仕途新传第7章33节 上帝对他说脱掉脚上的鞋子 因为你站立的地方是圣地 我看见了我在埃及的子民所受的苦难 我听说过 他们的身影冰下来拯救他们 现在摩西来了 我会送你去 你知道神的作为 上帝在过去使用某些人 并最终以色列的神通过限制工作 但在这么是 神正在通过他的教会做工 现在我来了 我会拆遣 你回到埃及 如第35节所记载的 这个摩西 他们拒绝了谁 那些以色列人 记得 他们拒绝了他 他们拒绝了他 今也许这是如何的语言 摩西大约当他自己来的时候 而他自己却没有接待他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 耶稣 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 他们也拒绝了摩西 以色列当时也拒绝了摩西 和他们 不应该有 因为他们知道多久 他们去过埃及 上帝把细节告诉了亚伯拉罕 他告诉他要多久 他告诉他拯救着回来 然后他们有了那个故事 那里的很多人都知道 他实际上不是埃及人 他们仍然拒绝他 所以这个摩西 他们拒绝了谁 说谁遭了通知者和法官 上帝也派来了 成为通知者和拯救者 接着天使的手 这在他看来 现在 在我看来 这听起来像是 后来安齐尔和他一起去了 他总是在他身边 但我想我们不应该 过多的阅读他 第36节 当他胜出摩西市 在那之后 他也把他们带出来 在埃及底 红海和匡野里 献出其实和升级40年 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 说的那句话 耶和华 你的身要交 先知兴起你的弟兄 像我一样 你要听他 这就是穆斯林说的地方 有这戒经文 我们正在寻找穆罕摩的 回来的承诺 但他不是在谈论穆罕摩的 而是相反 他说 耶稣是那位县子 也和花妖 兴起水 和我一样 你要听他的话 现在 如果你对摩西和 耶稣进行比较研究 你会看到 这有多少重叠 有多少语言重叠 耶稣是唯一的县子 身在第38节中 所说的是谁 这就是在教会里的人 和框也 请注意 摩西在框也的教会里 第38节 以色列在框也 但圣经说 他们在教会里 教会不是新月中的教会 就月中的会中 也被称为教会 因为 教会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机会 这与教会的词相同 圣经确实说 他在教会里 在框也 天使在西奈山对他说话 含有我们的祖先 他们接受了生动的生鱼 来赐给我们 我们的祖先不服 从他们 但把他从他们身上推开 在他们心中 他们又回头了 进入埃及 因为这就是他开始的地方 看他们回头了 在他们心中 他们没有在肉体上回头换 但他们已经回头了 换句话说 他们拒绝上帝 他们拒绝摩西 即便如此 当摩西拯救他们 是他们对他的兄弟亚伦说 记得摩西上山的时候 我们之前提到过摩西 摩西上了山 如果你想引用爱的话 罗宾寻 Edward G. Robinson的话 你从电影中知道 世界 他走了 并说 你的摩西现在在哪里 如果你们都会去看世界电影 如果你还记得 虽然爱的话 罗宾逊是个好演员 他在电影中是个坏人 于是他对亚伦说 摩西上山之后 爱的话 罗宾逊 Edward G. Robinson 说你的摩西现在在哪里 他们告诉亚伦 试图行穿第七章第四十节 求你坐身走在我们前面 因为摩西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 我们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他已经离开很久了 也许 也许他被吞尸了 或者是被胸抓住了 他们不知道 于是他们全说亚伦做一个偶像 就像他们在埃及市崇拜的偶像一样 正如的四十一节所指出的 在那些日子里 他们生了一头萧牛 向欧乡险吉 并因自己双手的工作而憨心鼓舞 在第四十二节 身转过身来 奢却他们去敬拜天上的玩具 正如限制书上缩写的那样 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里 向我献上了被杀的野兽和鸡品 然后他继续谈论我们看到的攀交 这种攀交在旧约中 一知猖獗 尊敬基督的责备 比埃及的财报还要丰厚 因为他尊重江上的报应 马上让我们跳到西伯来书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三节 我们在那里阅读墨西隐心 在他出生的时候 被藏在父母那里三个月 因为他们看他是一个合格的孩子 他们不怕妄底解命 隐心摩西 当他念过时拒绝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 摩西必须做出选择 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 摩西是如何被培养成王位的 他正在走向埃及王位的路上 但他到了选择不与法老交往的地步 在第二十五节中 我们读到他主 愿与神的子民一起受苦 也不愿享受罪恶的快乐 现在想象这个 有多少人曾经被罪恶的快乐 是贪过一个季节 我不希望你掩盖他生活的这一部分 你是否意识到他是法老 通过他的女儿的儿子 他住在宫里 他是荒市成员 难道你不认为他在肉体上 有他想要的东西吗 他可以说给我带来许多处女 有多少人听说 郭穆斯林在扎会自己的特殊身体部位 后期带获得七十二个处女的奖励 他本来可以这样做的 但他主愿与神的子民一起受苦 而不是享受罪恶的快乐 摩西做出了这个决定 转身离开了这些世俗的向乐 在旧约下这样做 今天的教会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有圣灵 他不是唯一一个 想象这些年来所有的圣经限制 我们读到许多重视的追随者 上帝和他的拓拉 有很多人平心心心走 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能够地之有火 现在你个人呢 不要在这里拒收 现在没有人需要坦白任何事情 我的观点很简单 你可以用上帝今天给你的力量来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离开 我相信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说这太难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错过的地方 我的看法 我们不断地抛弃天上的将上 失去我们自己的数天产业 而不是接受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 对我们所说的真理 摩西经文说 他经常尊敬基督的责备 比埃及的财报还要丰厚 因为他尊重江上的报应 他是如何以及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心的 我的意思是 除了他看到燃烧的棺木 从德明显示时 又天使在对他说话 而且那棺棺木没有被消耗掉 但是他从哪里得到这种伟大的信心呢 我告诉你他从哪里得到的 他明白了与金钱的母亲一起再加上学四年 也许摩西可能是从谢特洛那里的道德 然后接着神的令 他能够吸收这一切通过真相 但我认为我们甚至不需要去哪里 简单的说 摩西认为基督的责备比埃及的财报更富有 你知道埃及的宝仓是什么意思吗 埃及代表世界帝国 他那个时代最大最伟大的帝国 他包括列国所有积累的财富 但我们刚刚读到摩西尊敬基督的责备 认为他比埃及所有的财报都更富有 请看西伯来书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七节 他因心里弃了埃及 不惧怕亡的愤怒 因为他忍受了看见那看不见的人 让我在你们的耳朵和精神上再是一次 他因心里弃了埃及 不惧怕亡的愤怒 因为他忍受就像看到看不见的人一样 摩西凭着自己的信心立起了埃及 他背弃了埃及的财富 他背弃了世界的包座 他不惧怕国王的愤怒 他不惧怕法老的愤怒 他不惧怕撒旦的愤怒 正确看待这一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 引诸信心 他遵守雨月节 和撒歇 我的朋友雨月节的节日是什么 周六我和我的妻子亲这深生的第七天 已纪念我们的造物着 在安息日我们分享面包和葡萄汁 我们称之为公荣 我们不遵守法律 但我们确实提升了它 优势我们可能会忘记它 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谴责 我们在一周中的这个特殊日子里 庆祝它花时间 一起观察和冥想流邪和殴大的身体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伊赛亚书中第五十三章 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中 我们观察到一下内容 它确实承担了我们的忧患 并被负着我们的忧伤 轻看忧伤这个词 它是希伯来语 Holy 它的字面意思是疾病和疾病 经文说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疾病 另一个词 有仇是希伯来语 Machov 它的字面意思是 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导致悲伤 经文说 耶稣承担了我们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使我们感到悲伤 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 然而我们确实尊重它 受到打击 被生机大病 受苦 你看到受灾这个词 它是希伯来语单词 Naga 它暗示耶稣为我们爱大和受苦 因为这些疾病和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 圣经说得很清楚 它应该被尊敬违背神集中 和受苦被集中 希伯来语时 Nika 从字面上看 这意味着耶稣被攻击了 并受到惩罚 实际上 我们的所作所谓 被殴打了 然而呢 我们确实尊重它 受到打击 被神击打 并受苦 所以它也受苦了 这就是希伯来语 这个词的意思是 它完全被羞辱了 因我所犯的罪而蒙羞 它被迫为我承担 但它为我们德国反而受伤 受伤是希伯来语 这意味着 它被淀污了 邪毒和心污染 这就是它为我受苦的意思 那是因为我的国凡 而不是它自己的国凡 再它说 它为我们的罪孽受了伤 与上是希伯来语 这意味着它被压垮了 破碎成碎片 完全破碎和摧毁 这是由于我的罪孽 而临到它身上的 这是希伯来语 这些罪孽 意味着极大的堕落 并因我与这些行为 相关的巨大内疚 而受到这么 我们平安的刑法 临到它身上 希伯来语 这个词意味着 为了惩罚和纠正而进行的 必要的几率和承接 那因着它的边上 我们的意志了 条文的希伯来语识 字面意思是被反复殴打之道 完全遇上黑色和蓝色 因着它的边上 我们的意志了 那个被意志的希伯来词识 这意味着身体上的治愈和修复 就好像被医生一样 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八节的最后一部分 因着信心 他遵守羽越节和撒邪 免得毁灭肠子的那人碰到他们 谁摧毁了肠子 无论你的回答是 生毁了羽越节的羔羊 还是撒旦毁了羽越节的羔羊 这都是五官紧要的 因为在遵守和遵守羽越节方面 他清楚的表明 他不会碰他们 即参加于越节的人 他受了于越节不撒血 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羔子就是我们于越节的羔羊耶稣 但经文在第二十九节说 拼着信心 他们穿过鸿骇 就像穿过汉地一样 埃及人士图这样做 被淹死了 我希望你看看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九节 拼住信心 他们穿过鸿骇 就像穿过汉地一样 埃及人士图这样做 被淹死了 穿过鸿骇 可能是旧约中最伟大的契机 摩西施行了所有这些伟大的文艺生机 但关于长子死亡的生机 可能是法老所遭受的最伟大的生机 正如神的儿子被献上作为于越节的羔羊 这导致了这伟大的救赎 这是通过对神的独生资的信心 这单单是在他的伟大牺牲中 但要记住 法老的儿子也密室了 回到摩西的时代 他不仅是法老的场子 单损失包括市区埃及的每一个场子 换句话说 在每一间被歇覆盖的房子里 在埃及全地每家每户 至少有一个第一个出生的人 如果你是那个没有被遮盖的房子里的人 你有孩子 你的第一个孩子被杀了 而且您可能也是自己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 现在关于穿越和分裂红海 摩西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将军 然而上帝带领两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有云荣耀 法老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队 他排除了尤拜良他选择的战车 在摩西和他的子民以色列离开之后 约瑟夫斯写道 法老也有五四十万个都楼地跟随墨西进入红海 然后还有雷尔梅尔一人命不病 也被派网追击他们 现在这是人们经常错过的东西 你会记得上帝再出埃及基地十二章和第十二节中 谈到了对法老和埃及基讲到来的审判 审判的第一部分与百姓和法老本人的灾祸有关 上帝已经宣告今晚我要经过埃及地要挤搭埃及地所有的唱字 任何野兽 但每个人似乎都错过了对埃及出身的审判 目的是什么 向全世界证明没有人能抵挡摩西的神 他的上帝本身就是造物者 当然还有 那上帝再出埃及基地十二章和第十二节也说过 他的审判将与埃及所有的身作对 你要我要执行审判 你要我是耶和华 见证了旧月中最伟大的胜利 摩西将实在将在埃及住身身上伴随着鸿骇的盛大结局 以类似的方式 耶稣基督把两个亡国彼此割裂开来 非常相似 鸿骇随于的分裂 摩西的十大神机随着鸿骇的分裂 现世了所有其他神的宿主 与亚当的儿子们征战 以及地球上的所有人永远被大白了 不仅在精神上 但除此之外 他们都在这个地球上被打败了 以老用意 但正是于约阶的羔羊 在他自己的死亡和复活中击败了所有神灵 救恩通过基督做工 代表所有手造物 永远解决这场伟大的战斗 胜利者是王管 现在失败已经解决 永远老少借义 禀贯穿永恒 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就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这三个词 来表达 耶稣试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帮助